玩游戏 工作模一打游戏 欢迎来到玩游戏 我是CP 小编在今年的东京电玩战2024 自玩到了CAPCOM旗下的怪物猎人新作品 怪物猎人荒野 总共是玩了两种模式 分别是剧情模式和自由模式 每个环节都大概玩了45分钟 先来从故事模式说起 本作最大的改变就是猎人终于会说话了 不再是像崛起那样断断续续的语音 而是有了丸子的对话 在卡新的时候猎人也会直接回答 而不是像前作一样要爱博来帮忙回答 另外猎人的水虫猫也一样会说话了 但如果玩家还是更喜欢水虫喵喵叫的话 游戏还是有选项可以调回去的 而且游戏的一开始并不是直接让玩家选择武器 而是先问玩家一些问题 再透过玩家的回答来推荐武器 这对于新玩家来说很有帮助 因为游戏里提供了14把武器让玩家选择 这可能会让一些新玩家不知道该使用哪把武器会比较好 就连老猎人有时候都不确定要用什么武器呢 更何况是新玩家呢 这一次的剧情模式也是做得相当精彩 从一开始的杀海龙追逐战 再到游戏教学 还有对伤口系统和集中模式的教学 都能让玩家更加明白如何更加善用这些新系统 尤其是在面对更困难的狩猎时 说到伤口系统 可以说这个是从怪物猎人世界的飞翔爪改良版 玩家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软化部位 而打不出可观的伤害 相反的会因为透过伤口系统而获得一些素材 这也鼓励了玩家更加积极使用伤口系统 而且不管玩家使用什么武器 得到的奖励都会一样的 接下来就到集中模式 这个模式下会凸显怪物的弱点 如果玩家瞄准这些部位来进行攻击的话 就会让怪物短暈讯 这边小编不得不提一下 当武器集中弱点部位的时候 打出来的音效真的是让人很满意 目前为止怪物猎人荒野 很有希望成为媲美怪物猎人世界的另一款神作 还有可能成为明年TGA中Game of the Year的竞争者之一 真的好想怪到明年2月28日玩到这款游戏啊 那么接下来就让玩家看一些实际画面 在看完之后你又感觉这款游戏如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看完之后 请大家进行 看完之后 kan看看 生活 SDThis urbo 麻 酷 亊 KEEPING TROUBLE I KNOW WHAT TO DO 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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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怪我 快点 来吧 我会把你 有点小怪 小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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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怪你 小怪 mia 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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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sklo20 3 Hey! This way! Look! The others! We start company! Under! You might need this! Go now! Under! Did you hear that? It's swimming from me there! Down ther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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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on 0 on x5 CASisis Under! Under! Iew당 1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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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它是攻击你,小心小心 它是攻击 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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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